一千塊 現在一天開就沒有了 如果我要為高雄坐高鐵來討厭 要一千三百幾塊 一千塊然後坐到苗栗就那樣灌下去了 沒辦法坐到這裡 你要抗包沒有錢 頂端這個情形 台詞沒有人 沒有人冷桌 總共你有錢 有錢也得冷桌 好啊 你就四萬塊一塊都沒有 這裡有很多人都沒有了 再來大鐵珠變小鐵珠 鄉海鳥剛有帶土地來這裡 沒有耶 土地帶不過來 他怎麼會覺得台灣用什麼庚子有齊田 三七五鹹珠 反正這土地不是我帶來 我不會把你們圍圍的 粉粉的 把大鐵珠都變成小鐵珠 大鐵珠本來也是地方的頭人 發水的兼湯 被他這樣一搞 也沒有大鐵珠 也沒有大鐵珠 是小鐵珠 所以沒有人沒有錢 我們就軟桌 像現在民進黨 要走空間 人很久沒有在空間 現在都年輕的 自己網路 有LINE 還是MSN 拍拍的連絡 就像那個 白山津 那個叫什麼 洪洞秋岸 那25萬 還有20幾萬人 再來 太陽發射 發了50幾萬人 這都不是民進黨發動 所以 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到 民進黨已經沒有辦法 帶領台灣人 以前我常參加民進黨的活動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就把它說 這是叫做台北一日遊 民進黨等於是 國民黨的卸壓法 我們那個快鍋 會有一個安全卸壓法 有沒有 台灣人民生氣了 馬英九做得這麼爛 台灣人一肚子氣 快爆炸的時候 民進黨就說 好好我們集合 來凱達格蘭大道 來抗爭 讓我們去 我從屏東要來 都一大早就要出發了 到那邊才兩點多 遊行走一走 大概四五點 到凱達格蘭大道 我都聽那些小咖的 前面都是小咖的嘛 他們小咖的講到差不多 五點多 我們就要打道回府 不然回屏東太晚了 而且會塞車啊 他就是去那邊呼喊口號 把你滿腹的氣氛 都發洩 驕驕麻麻 幾乎又坐著又回來了 我們有一次 陳雲來 陳雲來 2000空貝尼 十月份陳雲來 我們空間 那次我們比較晚撤退 離開 又碰到塞車 我本來在桃園有一個民間的那個 類似那個交流道不是有 那個叫休息站 民間的休息站 我們在那邊有訂桌吃 一塊錢五塊塊 我們太晚到 結果我們的位置被人家佔據了 一樣是去抗議的那些人 你知道那時候要抗議的人 大部分都是退休的 年紀比較大的 都是白頭髮 那我們去跟服務生講 我們的座位被人家佔走了 那個可能是比較沒有經驗的新手 他都去看 看那幾桌都是白頭髮 那桌又吃不多久了 叫我們稍等一下 自己跟他說沒關係 那桌又吃不久了 我們跟他說 其實他沒有惡意的 可是他不知道講這話 如果被他們聽到會被罵 所以後來我就回想 原來我們參加民進黨去那邊 是民進黨是當國民黨的卸壓法 叫我們去那邊把怒氣發洩一下 然後就回去失農工商 改造產的造產 改交稅金給他們開 也就交交 沒進步了 你說要帶台灣 帶領台灣走出一條路 69年了都走不出去 好 繼續 好 再來就是白痴恐怖 他利用戒嚴 利用警備總司令部 利用調查局 來跟蹤 來 羅織罪名 你如果不聽話 經常搞怪 經常發表 罵蔣介石的那些言論 就會抓去綠島去關起來 好 再來 敵性環展 身分錯亂的移民教育 敵性環展就是說 他們一來到台灣就宣布說 所有的全國同胞們 你們都回歸中華民國 祖國的懷抱 原來我們是跟 我們是大日本國的軍人 跟中國 中華民國 中國的國民黨軍是在打仗的 是敵對的 結果他這一下心戰難化 本來我們 被丟兩顆原子彈 日本天皇無條件投降 那時候台灣人也很惶恐 武器設備又被縮繳了 台灣人民沒有 沒有武力可以反抗 所以非常謙卑 也很擔心很害怕 很密集的 結果他一喊說 我們都回歸中華民國 祖國的懷抱 從 躲在暗地的角落的 跳出來光明正在 我們也是戰勝國 本來是戰敗國 那時候的人 台灣人短視經歷就 跳來當中華民國國民 當戰勝國 這就是敵性反轉嘛 本來是敵對 現在變成同一國 而且 聲論也錯亂了 那個是國民黨育民教育的結果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每次選 佔85%的台灣人 會選是不到15%的中國人的馬英九 就是我們被漁民教育 好比說 2300萬 你把那300萬 當作純種的中國人 剩下了2000萬的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有一半被教育成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1000萬跑到跟300萬加在一起 他是1300萬 我們是1000萬 所以每次大選 如果說一對一 我們都選不贏 2000年是陳水扁 他們那一次 那五組人 等到2004年那一次 如果沒有李登輝 喊一次那個 228 牽手赴台灣 把整個氣勢 把他拉上來的話 也不會贏 那次也很奇怪 28牽手赴台灣 結果那一次 陳水扁贏了2萬多票 換算起來就是贏了0.228 可能228的陰影也有在操控 不然不會贏那個數字 好 再來 假的民主選舉 現在這個 所謂的民主選舉 是不公平的選舉 第一個 所有的 電子媒體 平面媒體 電視報紙 通通是 95%是在 國民黨的那個掌控之下 各個大報社或者是大電視台 他的編輯單位的 這些主管 通通是中國人 台灣人只能當記者 跑外面 去拍錄影片 去採訪 寫報告回來 送到主管那邊一看 這個報起來 這個報起來對我們國民黨有傷害 這個不要報 這個 這個報起來對民進黨有傷害 報 就在這樣被控制沿路情況下 你的選舉怎麼會贏嘛 很難嘛 台灣人每天 你經常你去買聯合報 花10塊錢買聯合報 或者買中國時報 那是 每天去買 毒品回來吃 讀自己 而且讀了這幾十年 中毒都很深 很難救 你跟他說我們是 原來應該是大日本的台灣人 我們是中國人啊 我們 拿的身份證是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什麼的 所以 這個選舉就是在不公平的狀況下 他們有黨產 綠軍的沒有黨產 所以等於說要跑100公尺 國民黨在50公尺前在跑 我們從幾點跑 怎麼會跑都贏 起跑點不一樣嘛 沒有公平性 所以這是假的民主 我們來說 外來種的職務 很多好的東西 是荷蘭人 1924年 那時候 他是世界的海上強權 到世界各地去收集新的品種 留一些 他就會引進台灣 所以那時候你看 有番石榴 有番茄 有番茄 這個只要是外來的 他會加個番 番茄 番茄 本來的我們的薑 我們的薑是土甲的 和薑嘛 現在針口這個在外 這牽在上面的 這外國來 這個番茄在這裡的薑 都會陷嘛 番茄 再來 再來這個番茄 番薯 有沒有 我們台語番 我們不會說那個番 都番 都番茄 再來 番賣 番賣 玉叔叔 番賣 剛才還有人說 番茄 沒有錯 還有 荷蘭人還有 今禮拜 我們常在說水牛有沒有 水牛叫紅門頭 荷蘭人頭髮紅紅紅 我們每次都叫他們叫紅門番 番在用的頭 紅門頭 紅門番在用的叫做紅門頭 好 好 你想 外來都會多一個番 番石柳啊 你想 中華民國國民黨軍 1949年 國共內戰打敗 他從中國撤退到台灣 他是外來 李登輝講的 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 我們 台灣人 叫政兵政兵 只要你滿20歲身體健全 都會被調去當兵對不對 有了當兩年有了當三年 這是違反國際戰爭法 我們如果剛才他們的老鼠館長 我們現在都說 都叫他說老鴨 不對啦 他們是寒錢 我們自己 我們要說 我們是做老鴨 我們家族古早就在這裡 我們是鴨 他們是寒錢 對不對 這樣倒邊說 這台灣人聽得不清楚 鴨是在地 鴨在地 我們台灣本土出產的 番薯外來 所以他們外來 要叫那個老鼠館長叫寒錢 沒有這樣說 沒有這樣說 好 小姐如果朋友說我們中國人 我說你在中國人 好 我們來以2008年陳雲雲來台灣做的 那時候麥英九夏令維湯機場 從桃園機場一直到台北市 沿路不可以出現中華民國的國企 他派警察出去搜查 有的都沒收 有的給他搶回來 有的搶到國旗也把他折斷 丟到垃圾桶 但是綠軍的 忘了我自己是誰 反而綠軍的拿中華民國 國旗在那邊捍衛中華民國 這樣打到判了嗎 那人告訴我 我們是中華民國 不要叫他們自己中華民國 他們就不愛了 我們在捍衛中華民國 這真的邏輯不知道怎麼 連到 在台北市 台北市五星期在這邊 馬英九要派警察去把他保護 怕被綠軍的把他搶下來 把他用剪刀剪破 放火燒 這就對他們老大哥大不敬 所以一定要派警察保護好 你看 現在的國民黨 很像共產黨 現在的民進黨 又很像國民黨 現在的台南 台聯黨好像地埔來 現在議題 好像綠軍的議題都是台聯黨在提議題 在主導議題 所以台聯黨來補民進黨的位置 很嚴重 很嚴重 對 台中有一個政黨的 價格 為什麼說政黨的 就是 以前荷蘭人 來安平港 設港口 進口後 從那邊進來就是政黨 如果從高雄的達國港走私進來 一邊就副港 一個政黨的 政黨的就是 真的是外國政黨的政黨 我們說政黨的就是真的 真品 政白 不是走私進來的 也不是在台灣自己仿茂的 政黨就是這樣來的 好 再來我們來看 2012年英國倫敦奧運會 做例子 那時候本來倫敦奧運會 在倫敦市的這個 有掛中華民國國旗 但是被 那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議 說你為什麼沒有遵照奧運模式 放那個五環旗 代表中華台北 為什麼掛這個 所以 倫敦奧運會知道李虧 馬上就把他降下來 我們台灣人又去那邊 捍衞中華民國有沒有 台灣人 而且 這個電音三太子 這個是2009年 高雄陳菊辦那個世界 那個大學運動會的時候 才發明出來的電音三太子 牽到來不住 結果阿豪走到那裡 說在發中華民國請人家 這麼年輕的 通通被洗腦 支持中華民國為我國 在這樣 反對中華民國 在倫敦奧運會 發中華民國國旗 好 那我們每年這樣講 講了三年多以後 今年那個張志軍 他們的那個 海峽交流會的那個主任 國台辦主任 來訪問台灣 就沒有人拿中華民國國旗 也沒有人拿五親旗 在那邊抗議 OK 這代表說有效果了 好 再來 那麼國家認同錯誤的始作用者是誰 好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 中華民國民進黨 1999年台灣全途捷運文裡面講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好 你記得李登輝有講過一句話 中華民國在台灣 從這一句話你可以看到說 中華民國本來不是在台灣 他原來是在中國大陸那邊 南京政權 那麼因為國共內戰打敗以後 他被亡國了 所以流亡到台灣 所以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個還可以看到他流亡的遺跡 那麼陳水扁 他們把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那是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連賣都沒有賣喔 你說要賣台灣至少賣個好的價錢 我們大家還可以分錢 這個連賣都沒有賣直接用送的 有沒有 這個很荒唐 陳水扁還有那時候的江蓬堅 他們那些都是讀法律的 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會這麼嚴重 不知道嗎 你連賣都沒賣 以前我們都很擔心你出賣台灣 結果你連賣都沒賣直接用送了 是不是更糟糕 更加爛 好 再來 蔡英文也是中華民國民進黨的前主席 他代表民進黨2012年要選中華民國流亡總統 他在2011年的10月11號 在高雄市的勞工公園 他的演講的時候 他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外來政權 李登輝還說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 可是他說現在是台灣政府 這個一樣 跟陳水扁一樣 這兩個都是當中華民國的民進黨的主席 結果都說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也是用送的 連賣都沒有賣 所以我們連錢也都沒有分到 這樣有可能嗎 好 我們改正我們錯誤的延遲 有很多例子 我們來檢討一下 這個我們經常講得人人上口 我說外省人 有沒有 外省的 這個錯誤的 我們要改什麼才對 有沒有人知道 外國人 應該算對一半 他是中國人 你如果承認他們是外省人 那我們就是本省人 那我們就變成中國的一省 這樣就不對了 台灣很好分 台灣只有兩種人 你可能會說 兩種人 有一種人是男的 一種是女的 不是啦 第一個 我剛剛講的 1945年8月15號 今天還住在台灣的我們的阿公阿媽 爸爸媽媽 還有他生下來的這些後代 都叫做本土台灣人 其他的叫做外國人 就很好分了 懂嗎 因為台灣其他國家也有很多人 來台灣做生意嘛 你就除了本土台灣人以外 其他的都是各國的在台灣 他們都叫做外國人 沒有錯 沒有錯 好 再來看 全省 這個也是我們常常狼狼喪口 全省有幫 都有在賣 有嗎 全省服務沾 都有在賣給你服務 我們常聽下去 台灣都不是人的一省 你怎麼會在說全省 所以要說什麼 全國 我知道很多人會說全國 但是因為台灣不是國家 如果我們台灣人的國家 是大日本國 所以也不能說全國 要叫全台灣 全台灣都有在賣 這樣就好了 再來 大陸 你如果跟你的外國朋友 你跟他說 我下個禮拜我要去大陸玩 要去大陸玩五天 那個美國人頭會 一直想說到底你是要去哪裡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有六個大陸 一個北美洲大陸 南美洲大陸 非洲大陸 澳洲大陸 亞洲大陸 有沒有 還有一個沒有講到是哪一個 北美洲 南美洲 非洲 澳洲 歐洲 然後亞洲 有六個大陸 美國人會 你不曉得要去哪一個大陸 這六個哪一個是哪一個 所以我們這個要改什麼 大陸要改什麼才對 沒錯啦 改中國就對了 你講我要去中國玩五天 就很清楚 不要再加大陸 你如果說中國 中國就知道是那個地方了 好 我們也常講省道省道 有沒有 這個錯誤那要改怎麼樣 有沒有人知道 國道 台灣不是國家 所以沒有國道 好 我來講 叫做台一線 大清帝國管理台灣 佔領台灣 212年 沒有能力從基隆開一條道路 開到屏東 你看有沒有有過爛 跟我們晚上吃的豬腳一樣 有過爛 他根本無心治理台灣 日本來台灣11年後 就從基隆開一條線 縱貫從北到南 只有西樓大橋 因為那個橋墩太麻煩了 橋墩在做 基本上 他有做便橋是可以通 就是說 從北到南已經有 可以開車開通 所以叫做台灣第一條縱貫線 也有人講縱貫線 就把 也有說台一線 也可以說縱貫線 你看 212年比對11年 所以日本是真的很用心在管轄治理台灣 好 再來 拖渡客 這個錯的我們應該怎麼改 經常那時候二十幾年前 從中國福建外海有一個大島 叫做平潭島 從那邊很多中國的男男女女 從那邊坐漁船 來到新竹南寮漁港附近 登陸 或者到屏東的 仿寮林邊 東港加東那邊 登陸 拖渡 來 抓到 我們這邊的海巡官員都說 這些 又抓到多少個拖渡客 要送去什麼 進爐 去關起來 那麼因為這些海巡的官員 長官都是中國人 只有副官才台灣人做 所以這些長官就會 這些都是我們中國來的客人 抓到了就稱他們偷渡客 那如果這個邏輯可以通的話 如果哪天我們回到家裡打開門 發現小偷在裡面偷東西 來不及跑掉 那我們碰到他要跟他打招呼 小偷客你好 好 冰箱有涼的你有沒有自己拿來吃 因為客人我們要跟他打招呼 要招待他 所以這不通 偷渡是犯罪的行為 所以要叫做偷渡犯 你如果要去人家的國家 你一定要在你的國家 去找你要去的國家的大使館 領事館去申請簽證 對不對 好比說我們要去美國 那我們要去台北新一路的 美國在台協會AIT 去申請美國簽證 你拿到那個簽證 還有你的護照 然後去到美國的 好比說去紐約 在機場的海關 他一看 你有美國的簽證 OK 讓你進去 那是合法 這個都沒有來跟台灣 台灣治理當局申請簽證 就偷偷摸摸障案 抓到了就是通渡犯 好 我們經常講說 今年是民國幾年 那你是民國幾年生的 有沒有 那這個是錯誤 那我們應該怎麼改 好 沒錯 我有聽到用西岩 那你中華民國要把它改成西岩 好比說你是民國五十年次生的 你就把它加上十一 就是1961年生 像我四十三年次 我就把它加十一 我就是1954年生的 因為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了 被毛澤東政權滅亡了 所以已經沒有中華民國了 我們還在這邊民國幾年 以前蔣介石還活著的時候 那當兵的時候的故事 那時候蔣介石剛死 死了有台灣人 都民家發問 今天拜過喔 拜過就要關了 那個194 那個清明節 今天拜過 那時候都會 軍人都會用靈堂拜 在中華上 今天拜過 好 再來 台灣總統 單水兵 這句話不對 要怎麼改 台灣不是國家 所以不可能選一個總統出來 所以單水兵不是總統 單水兵是選中華民國 就是劉榮總統 很多人都會 我們以前也歡迎說 阿彬也做總統 這樣台灣人出頭天 結果敢有出頭天 更關係比較慘 再來 台灣提出聯合國 我們也常常說 1970年台灣提出聯合國 台灣提出聯合國 這句話不對 要怎麼改 對 你說得不對 現在說中華民國也不對 要說 今天改就 他的代表 用官出聯合國 蔣介石代表 台灣提出聯合國 你會這樣想 就好像說 就像那個房間 有一個房間 我叛娘娃從來沒有進到那個房間 結果你說 你看到我從那邊 退出來 這樣叫做什麼 叫做看到鬼 我從來沒有進到那個房間 我從來沒有進到那個房間 你說看到我從那邊出來 那真的看到鬼 台灣不是國家 聯合國是以國家為單位 才可以加入 現在很多台灣人 都認為 我們是 台灣國 我們要加入聯合國 這個我常用一個例子 就好像有一隻猴子 你把牠洗澡洗得很乾很近 也是給牠穿西裝打領帶 然後所牽著 來 我帶你去附證事務所 申請身分證 它也是人模人樣 台灣看起來 也有政府 也有人民 也有土地 也有外交權 好像有國家的樣子 可是都不是 好 再來 1979年 美國與台灣斷交 79年就是民國68年 這個錯誤我們要怎麼改 沒有錯 你注意啊 中華民國的 國民黨的媒體 只要何康 好的事情 它就會用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又以某一個國家建交 那個就會用中華民國 如果斷交的時候 它就會把台灣拿出來 台灣跟哪一個國家斷交 拍康就拿台灣的名字出來 是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 好 從中國來的很多都不是好東西 這個 東西 我們經常在罵人的時候在用的 你算什麼東西 沒有人在說 你算什麼南北 沒有 通通講東西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個有原因 那個 我們台灣有出產香蕉 還有芒果 都很好吃 那你如果把香蕉 芒果拿去廈門賣 福建的廈門賣 維度一樣 往西灣賣 賣不到好價錢 它那邊生產 土地也便宜 人工也便宜 土地又大面積 他們可以大面積耕種 成本很少 我們這邊 好比香蕉一斤要賣台幣50塊 你拿到那邊去賣 你搞不好賣25塊賣 賣一半的價錢 都還賣不掉 他們那邊可能人民幣3塊錢 就15塊他就賣了 他還有錢賺 我們賣25塊 加上運費 我們大概要虧30塊 這叫做東西貨 一樣的緯入 從東邊賣到西邊 西邊賣到東邊 沒有錢賺 你看如果我們把香蕉 跟芒果賣到北方的日本國 賣到東進去 至少5倍價錢 50塊你到那邊可以賣250塊 這樣才有錢賺 所以我們去看台北迪花街 或者高雄的三鳳中街 他們在賣的叫做南北貨 有沒有 南北貨才有錢賺 沒有人在賣 迪花街沒有人在賣東西貨 你知道嗎 所以東西就不是好東西 你這什麼東西 沒有錢賺的東西 好 OK 再來 到底 我屏東 我屏東那裡 太陽都很大很溫暖 所以我如果 11月份開始 我就很擔心 因為從那邊來 那邊溫差 有時候都十幾度 我經常一來這邊 回去就感冒 所以經常我很怕 從中國來的寒流 好 好 再來 十幾年前開始有沙塵暴 以前沒有 這個追究的原因就是毛澤東這個天才 那時候 弄了一個土法煉鋼有嗎 每一個人民公社 每一個人民公社 就蓋個那個土爐子 土窯 附近 人民公社附近 村莊的這些樹木 通通砍來當木材燒 那些樹片都被砍了以後都死掉 那些根經過三五十年開始爛掉以後 沒有抓地力 開始沙漠化 冬天 東北季風一吹 沙塵暴就揚起來 現在就會 有的人會飛到台灣 就會有沙塵暴 這個如果氣管不好的 經常就會 支氣管炎 會咳嗽什麼的 好 那麼最近這 大概這三五年來 多了一個叫做霧霾 這個很毒喔 這也是這二十幾年來 鄧小平開放改革之後 把中國當成世界的工廠 所有的便宜貨的訂單 通通下到中國 因為只有中國的人工便宜 那麼土地也便宜 所以生產成本非常低 而且什麼都接 只要有錢賺 中國人不怕犧牲自己的環境 的污染 這個跟我們三四十年前 差不多一樣 當時有很多化學生產的物質 外國先進國家知道這個很毒 污染很嚴重的 他們不想繼續破壞他們自己的土地 就下訂單給落後的國家 包括三四十年前的台灣 像台灣有一個RCA 美國無線電公司 生產電子零件的 所以他們把一些在融洗這些 電子零件的這些化學物品 這些廢水 那時候沒有環保法規 他們偷偷把它用馬達 打到那個地下水去 所以很多人在那邊抽地下水上來喝了 很多地方也沒有自來水 都抽地下水喝 就得癌症死掉 到現在也還沒有賠償清楚 那麼現在中國就是說 他不管他自己的環境污染 你只要下訂單給我 有一點點的代工費用賺 我就做 所以很多很毒的化學氣 氣體都冒出來 這些有時候冬天也飛到台灣來 那現在很多全世界的大公司的 派在中國的總經理 那些高級幹部 很多人就是整個家族 全家都要離開 因為他知道這些毒 一吸到他的肺部 不可逆轉 不會有意 這些都是化學毒物 很毒的 鄭成功這個人 他成功我們就失敗了 為什麼 1624年 荷蘭人來佔領安平 蓋那個熱遮南城 從世界引進很多新的東西 包括剛剛講的那些外來的東西 外來種的東西 其中有一個像甘蔗 那個也是 那時候甘蔗蔗蔗 差不多跟黃金等價 因為北方 很多人沒有蔗蔗吃 蔗蔗這種東西是奢侈品 好 那麼 同一年的 1624年 荷蘭人也去佔領 美國紐約的曼哈頓 把曼哈頓那邊開了一個港口 把它稱作新阿姆斯特丹 好 好 當然很可惜 鄭成功來把河南人趕走了 好 到現在你看 紐約變成全世界 經過三百多年以後 紐約變成全世界最大 最先進的都市 那我們的安平呢 我們的台南呢 以前還會講說 一戶二戶三萬港 台南府入港 萬家港 本來是第一名 一戶台南府 現在連我們這個五都它 排到第四了 輸台北都 輸高雄都 輸台中都 它現在排第四 台南都 連在台灣第一名都擺不上 所以鄭成功他成功 我們失敗了 如果鄭成功沒有把荷蘭人趕走 一直到現在 我們這 差不多三百年來 跟荷蘭人混血 你知道混血都很 男孩子很英俊 女孩子很漂亮 你看在那個 河克娜娃那些跟美國混血的 河克娜娃的男孩子都很帥 那如果說這 兩三百年來 應該三百多年了 如果到現在就三百多年 混血混那麼久 那麼多以後 河克娜娃的品種高大 那我們混血出來以後 我們台灣人變得長得很高大 頭髮很多可能是金色的紅的 好 麵條又溜溜溜 平衡又溜溜 又講荷蘭語 現在中國人來看 這個怎麼長這麼高 頭髮跟我們不一樣 鼻子也不一樣眼睛也不一樣 講話也不是講閩南語 都講荷蘭語 這個不是我們 跟我們不一樣 就不會說台灣是他們的一部分 對不對 所以他成功了 他把荷蘭人成功趕走 所以我們就失敗了 好 大清治台這個剛剛有講過 大清治台212年 沒辦法從一龍開一條縱冠線 台一線到屏東 他是沒有無心 無心治理台灣 好 再來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比較喜歡用這一句話 中華民國害台灣 他如果不要來我們不用太辛苦 我們如果美國管 老婆我們現在 演技也大家嚇嚇叫 千萬出事也管 跟日本一樣 結果 日本大概在四十年前 他就有新幹線 子彈列車 就高鐵了 我們到五六年前 高鐵才開通 就慢人家三十幾年 你只要這樣逼 你就看我們家人多少 好 再來蔣介石 我常聽老一輩子說 寧願接到兩顆廣島長期那兩顆原子彈 也不願接到這一顆臭石頭 炒個頭 炒頭 都說叫炒頭 好 那兩顆原子彈一爆 大概三十年後 他們就復健重建完成 結果蔣介石到現在陰魂不散 那時候還叫我們叫他叫蔣公 所以這個到現在陰魂不散 因為以前他造神運動造神造得很成功 現在也有蔣介石廟 中正紀念堂就是 還蓋在台北最精華的地方 所有的行館 台灣最漂亮的地方 都有它的行館 日月潭 高雄西子灣 還有什麼腳板山 台灣複習箱裡面腳板山很多 那麼我們來分析 美國前的國務卿鮑威爾說 台灣與中華民國都不是國家 我們來分析一下 鮑威爾他是 1990年波灣第一次戰爭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指揮官 他說在2004年的10月25號 他去訪問北京 在北京記者跟他問說 台灣跟中華民國他們的國際地位怎麼樣 鮑威爾跟他說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台灣也不是國家 台灣不享有國家主權 台灣是美國境外的國內 這是我給他取的一個名字 就好像劉球 當初被美金佔領的時候 他是日本的境外 那麼美國又用台灣關係法來管台灣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美國對台灣有管轄治理權 現在由台灣治理當局代理當中 好 國家有國家的認定標準 我們來看 第一個要有領土 第二個要有人口 第三個要有政府 第四個要有外交權 我們來看台灣國有沒有領土 不好意思 台灣澎湖這一塊領土主權 是在日本天皇手上 台灣國有沒有人口 不好意思 現在台灣澎湖的人 都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沒有拿台灣國的身份證 台灣有政府 不好意思 現在的政府叫做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不是台灣人組成的政府 我們有23個有邦交的小國家 不好意思 你把它那個建交公報拿來看 都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外交部 去跟那個國家所簽訂的 不是你台灣國的外交人員 去跟人家簽的 所以台灣國沒有這四樣 所以不是一個國家 有人說我們都拜關公 媽祖 所以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們都用漢字 所以都是中國人 如果這個邏輯可以通 如果說信耶穌的都是以色列人 或者是美國人 美國人大部分都信耶穌 還有你如果信釋迦牟尼佛 那都是印度人 所以這個不同 我們用漢字就是中國人 以前韓國人也用漢字 到現在日本人也用漢字 那日本人是中國人 新加坡人也用漢字 不是啊 新加坡是新加坡人 不是中國人 那如果用漢字就是中國人 這個邏輯通的話 那菲律賓人用英文 那菲律賓人是英國人嗎 不是啊 好 那麼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未來要怎麼辦 他們陸海空軍司令部 將會裁測改為指揮部 現在的二十一萬五千的兵力 將來要精簡到剩下十二萬人 那麼沒有司令部 那麼誰來指揮呢 這些指揮部有誰來發號司令呢 是美軍太平洋總司令部 會發號司令 因為我們很多通信鏈接 都會連結到 美軍將來接管的時候 就連結到美軍太平洋總司令部 那麼 美國軍事政府進入台灣以後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人員 要撤到金門跟馬祖 或者福建的平壇島 金門馬祖還是中華民國的殘餘的領土 那麼 2011年的10月30號 海峽號平潭到台中港的航線所航 航程只有三個小時 然後去年10月10號 海峽號平潭到台北港 台北港就是巴黎 金山旁邊那個巴黎 這邊又比較近 兩個半小時就到平潭了 這個海峽號平潭到台北航線所航 這個船可以載760名旅客 240輛的小客車 這個預計去年是可以達到18萬人次的 我們再來檢討說 為何美國說台獨代表戰爭 以前我們聽到說 如果台獨會戰爭是阿公要打 中共要打台灣 其實錯誤 我們來看美國怎麼講 這是美國的前副國務卿佐力克 他在美國國會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 美中關係聽證會明確表示 讓我清楚的說台灣獨立就是戰爭 這作為副國務卿一級的美國主要關聯 如此直率的把台獨與戰爭直接緊密的掛鉤 在過去是極為罕見的 好他又說 這是因為讓我把話說白 獨立意味著戰爭 這意味著我美國要出動 陸海空軍還有海軍陸戰隊 這四大軍種來攻打台灣 你看這樣嚴不嚴重 戰爭是何等殘忍殘酷 會死人耶 人民財產都會損失的 美國為什麼要這樣警告 因為台灣沒有獨立的本錢 沒有獨立的法理法源 台灣不是無主土地 台灣也不是殖民地 台灣已經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日本天皇擁有台灣澎湖的領土主權 那麼管轄治理權就是地上權被美國掌握 等於說那一張所有權狀 上面的命是日本天皇 但是抵押在美國所上 美國等著你把戰爭再賠出來 像琉球一樣 琉球是開三億兩千萬 我美軍死傷那麼多 生命財產 那些飛機 那些船艦都被你打掉了 人員死傷 美軍死傷那麼多 你要賠啊 台灣等於說被美軍監管 在等著日本政府要拿錢來輸回去 好比說你有一個手錶 好比說我有手錶 我的手錶 我拿去檔埔登 點檔三個月 那麼你當檔埔的負責人 這三個月你要好好保管好 有沒有 現在美國就好像拿著這個手錶 要顧好啊 因為日本政府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拿錢來輸回去啊 這之間 如果拿了錢要去輸回來的時候 你說 我不好意思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佔領 被奪掉 這個島被奪走了 那美國是世界警察 他還能幹什麼世界警察 所以不可能讓台灣獨立 這個地方 美國一定要好好保守 保護起來 這也就是為什麼 1996年李登輝跟彭明敏在選中華民國 第一次人民直接選舉 發生中共發射飛彈的台海危機 有沒有 飛彈危機 不用我們台灣人去跟美國要求 美國的總統 柯林頓總統 直接下令給國防部 馬上派兩艘航空母艦到 那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來到台灣的海域固守 也警告中國 中國也嚇一跳 怎麼搞這麼大的陣仗 美國他的航空母艦 如果他要警告你 就開一步 到你的附近的海域 來警告你 如果開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出來 就準備跟你打了 要打來啊 所以中共馬上收兵 因為他知道以他1996年那時候 根本沒有能力跟美國打一仗 那麼說到那一次的刺激以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 就非常積極的在發展他的軍力 用偷的 用騙的 用搶的 都想辦法 用買的也要買 所以跟烏克蘭買了很多 那個飛機 包括他們現在的航空母艦 也是跟烏克蘭買那個空殼的航空母艦 回來組裝 好 好 那麼 為什麼美國說台灣不可以公投 我們台灣人一直搞不懂 你美國不是以自由 民旨 法治 人權在立國 那公投是屬於人民權利的之一 為什麼不能讓我們公投 你們本身美國人在選州長的時候 就會附帶很多公投的議題 進去給人民去投票 為什麼台灣不可以 那麼我們來以2008到2014年 流氓中華民國總統大選來做例子 2008年是謝長廷跟統派的馬英九 結果那一次 謝長廷輸200萬票 2012年 蔡英文跟馬英九統派 在選的時候 那時候蔡英文三隻小豬 氣勢非常好 打算會贏 結果還是輸了80萬票 你如果把那兩次當作統獨公投 我們兩次都輸了 對不對 那你看會不會很嚴重 所以美國馬上 早就1990年那時候就一直在反對台灣獨立 反對公投 所以陳水扁一直要辦公投 美國都出面阻止 一直到2004年 陳水扁頭腦算不錯 他弄了一個議題叫做防疫性公投 這個美國要求那裡送你要公投的目的 送來我看一下 還要送去跟他澄清說我為什麼要這樣公投 你看如果不是美國是台灣的老闆 為什麼陳水扁總統要辦公投 還要送文件去給美國看 那美國看一看確實也找不到什麼毛病 我要發展防疫性的武器來保護台灣 這有什麼不可以 美國找不到理由反對 所以那次有給他辦防疫性公投 但是不是統獨公投 那為何美國要台灣人 要台灣民政府訓練4000名人員 及核發41萬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當初1945年蔣介石來接收台灣 他是派了大概1000個公交人員來接收台灣 那時候台灣人口大概600萬 那麼現在台灣的人口有2300萬 你把它乘以4倍 這就是4000人 那麼4000萬分的台灣政府身份證 基本你的台灣民政府要有這些人 來當總職教官 就是各位 你來這邊學了一些法理的基礎 然後你出去會跟人家講 像我這樣講給人家聽 讓台灣人醒過來 然後來申請台灣政府身份證 確定你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第三大項我們來討論說 美國軍事占領台灣的法理依據 還有一些跡象 很多人都說 美國哪有占領台灣 我在美軍我都沒有看到美軍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些 第一個它是依據邁克阿斯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這是由美國參謀聯繫會議擬定 在1945年的8月17日 由杜魯門總統核准以後 授權給邁克阿斯將軍 在1945年9月2號 在日本東京灣的秘書旅舰 對日本投降日來發佈 命令蔣介石代表盟軍 接受在台灣日軍的投降 包括繳械 這只是代表盟軍 注意它是代表盟軍 那一次的 在10月25號 在公會堂就是中山堂 舉辦的投降典禮 不是領土交接典禮 不是喔 只是投降典禮 代表從那天開始 台灣接受美國的軍事占領 那天應該叫做軍事占領日開始 那麼 因為美國是日本台灣的征服者 他才有權利來分配盟軍占領區 當時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嘛 他分配蔣介石 包括北緯16度以北的北越 也要向蔣介石來投降 那麼北朝鮮 北朝鮮 三十八度縣以北 包括中國的東北地區 是向蘇聯遠東軍總司令來投降 這因為是美國是日本的征服者 他才有權利來發號施令說 什麼地方的人是向哪一個國家的總司令投降 好 再來就是根據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的第二條B 日本放棄台灣跟澎湖的管轄治理權 沒有放棄主權 第二十三條A 確認美國對日本為主要佔領全國的身份 這個日本當然就包括日暑台灣 這個都是有文件的 不是憑空想像隨便講一講的 好 再來 對日本的和平條約的擬定 還有跟這51個同盟國來協商 這個條約要怎麼寫怎麼擬定 都是由當時的杜勒斯來主導分配 這杜勒斯是美國人 是美國總統聘任的特使 專門去協調這51個同盟國 哪一些國家他在這個和平條約 要得到什麼利益好處 就都是杜勒斯在主導 為什麼美國人要出來主導 因為他是打敗日本的主要的國家 好 再來我們來看台灣關係法 1979年4月10號訂立 但是追溯到1979年1月1號升下 這是美國國內法 是美國的參眾議員 自己在他們的參眾議員裡面 擬定通過以後 而且還進行實施 他要訂立這個台灣關係法 沒有跟我們協商 沒有跟我們討論 他們就自己訂 所以是美國的國內法 這個不是國際法 美國是依照舊軍戰和平條約 它才有權利跟義務來訂立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 英國台灣關係法 或者法國台灣關係法 沒有 你看英國跟法國 跟美國也是同盟國 那為什麼他們對台灣沒有這個權利 來設一個英國關係法 沒有 英國台灣關係法 沒有 好 再來我們看1982年 美國的雷根總統 對台六項保證 這個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要千拜期公報之前 那時候風聲鶴唳 這有可能是壓 他把這個國民黨在台灣的管轄治理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因為這有點像1949年那時候國共內戰 國民黨一直敗退 那時候美國對華白皮書一發布 那個國民黨敗得更快 真的是兵敗如山島 那時候國民黨在打敗仗的時候撤退的很快 但是他打敗仗 他的報紙 你看他報紙抱得好像打勝仗喔 他說 他打敗了 他不說撤退喔 他說我軍轉進 轉個方向前進 打敗仗要撤退嘛 他不講撤退喔 他說我軍轉進神速 我還加個神速速度很快 一日千里 共軍追趕不及 那聽起來有夠嗎 我軍轉進神速 一日千里 共軍追趕不及 那聽起來好像打贏喔 他那怕輸走好像背 台義四季的就跟他解釋了 叫做怕輸走贏 他們很會玩文字遊戲 那麼同樣 美國要跟中共千拜七公報 這會又是像對華白書一樣 所以蔣經國非常擔心 就透過他的外交系統 去跟雷根總統講 那時候台灣人 有錢的趕快 房子 土地趕快賣 落袍移民 那麼經過外交的折衷 雷根總統就在還沒有簽 八七公報之前 就發布對台六項保證 莫名其妙 為什麼美國要對台灣要保證 那一定我們跟他有相當的關係嘛 就好像有一個女孩子 我要跟他求婚 那一定是已經發展到相當的關係了嘛 那你要跟他求婚 你要跟他保證 你嫁給我 一定是生活的榮華富貴 我每個月給你五萬塊買衣服 五萬塊買化妝品 不用做家事 一定要這樣跟他保證他才要嫁給你嘛 一定有關係發展到潤級分價 好 那台灣為什麼雷根總統要對台灣要有六項保證 那一定我們跟他有很深的關係嘛 那就是我們被他佔領啦 被美軍佔領嘛 所以他有這個責任要穩定台灣的政治經濟民心嘛 好 那我們來看 他講的六項保證是講的哪些 好 第一 美國無意就對台軍售設下截止日期 第二 美國不會就對台軍售議題 事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諮商 這裡有經常講對台 這個台是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不是講台灣 台灣治理當局是台灣關係法裡面的用語 就是現在在管我們那個單位 其實背後就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好 第三 美國不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壓力下 停止對台灣軍售 美國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 美國現在他們美國官員所中所講的台灣台灣 就是台灣治理當局 不是我們台灣人民 所以他賣的武器是賣給台灣治理當局 簡稱台灣 台灣authority 好 美國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 第五 美國無意扮演台海兩岸的仲介者 美國不能施壓迫 使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談判 美國不做仲介者 第六 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有主權的主張 台灣的主權不在美國 他也不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說對台灣有主權 這個主權還是在日本天皇手上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其他國家對台灣有任何保證或承諾 對不對 從來沒有人對台灣那麼關心 還要發這個保證書 所以可見台灣是被美國監管 好 美國賀電的意義 所以當選中華民國流亡的總統 都要接受美國的賀電來承認 這好比說你把 美國有一家專門賣素食店那個大公司 你把他當作說他到台灣來開一個分公司 那麼以前他是用派任 派蔣介石來當台灣分公司的總經理來管台灣這家分公司 好 一直派到蔣經國 好 到後來讓台灣的人民你們自己選你們自己喜歡的總經理 後來選了一個叫李登輝 後來又選了一個叫陳水扁 好 現在選了一個叫馬英九 一樣 但是選上了一定要等美國的賀電來承認 等於美國董事會發了一個聘書 好 我承認你可以當我台灣分公司的總經理 有沒有 好 那麼 這正如一般命令 第一號 蔣介石一脈相傳 好 我們來看2004年319槍擊案 阿伯僥幸當選 0.228 藍營的不甘心 連戰說阿伯竊國有沒有 而且霸佔凱台格蘭大道 那時候一個禮拜 美國的賀電都沒有到 好 那時候我們綠營的在等待美國白宮的賀電 那時候心情懸在半空中 非常擔憂 那陳水扁跟那時候美國在台協會那個 有一個女的叫做夏欣這個理事主席 好 交情不錯 就委他說 你打電話問一下 為什麼白宮賀電沒有到 結果他打電話去白宮跟他說 賀電準備好了 只要中華民國中央選舉委員會 把那個當選公告貼上去 賀電半個小時就會到 好 結果 這個消息 藍軍的他們的全報系統也得到 所以他就藍綠兩方都去圍中央選舉委員會 不要讓那個主任委員黃石層去貼那個公告 所以在那邊拉拉扯扯 玻璃都擠破了 後來一貼上去 馬上被藍營的撕掉 可是那個照相機是連拍 啪啪啪他貼上去的瞬間拍到了 把這個傳送到美國白宮 賀電半個小時內就真的到了 這個賀電一到 藍營的知道老闆已經確認陳水扁 是下一任的新的總經理 所以他知道再鬧下去沒有用 所以藍營的就自動撤退 就凱道就撤退 所以就整個軍心就穩定下來 藍營也就沒有繼續鬧 所以陳水扁就真的當選 第二任連任的總統 這個你看美國是不是老闆 從這邊也可以看得到 看得出來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些軍事基地 來做一些比對 在菲律賓有克拉克美國空軍基地 有蘇比克灣的海軍基地 在琉球有加索納美國空軍基地 普天堅基地 好 在古巴有關塔納摩灣基地 好 在台灣有清泉康空軍基地 而這個是全亞洲最大的空軍基地 那時候越戰很多B50轟炸機 都在這邊整補修理維護 還有裝上一些裝備 那麼你注意看 這幾個基地 通通是被美國軍事占領的地方 菲律賓跟古巴 是美國那時候 跟西班牙戰爭 菲律賓割讓 古巴是放棄的 但是美國在那邊 有跟古巴租了一個 關塔納摩灣基地 租99年加99年 那台灣一樣 這個空軍基地 美國隨時都可以回來 現在美國很多重要人士來台灣 都搭軍機直接到清泉康空軍基地 這以上都是美國軍事占領地 所設的軍事基地 如果不是被美國軍事占領 他沒有權利來設基地 那好比說 像中國沒有被美軍占領 美國有可能去中國設軍事基地嗎 不可能嗎 好 那麼 依國際戰爭法的規定 軍事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這是我們來這邊三天兩月最重要的 兩句話其中之一 就是軍事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另外一句話叫做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好比說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法國整個國家被德軍占領 法國的戴高樂將軍 帶了一批軍公教人員 流亡到英國的倫敦 好 那你看說 法國可以在倫敦成立一個國家嗎 不可以 而且國際法規定 所有的流亡政府 在別的國家 成立流亡政府的時候 整合在那個國家的都市 所以叫做法國在倫敦 那我們這邊講 中華民國在台北 Chinese台北 就是這個原因 好 那我們來看伊拉克 剩幾分鐘 我先講一點 我們用伊拉克來做例子 伊拉克 英美聯軍在2003年3月19日 開始攻擊伊拉克 然後在5月10號 大概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 就完成對伊拉克的軍事攻擊 而進入善意的佔領期 那麼5月22號 聯合國承認 英美聯軍臨時管理當局的權利 就是他們可以在那邊 成立一個管理當局來管整個伊拉克 等於說是伊拉克的一個新的管理政府 好 但是在2009年的4月30號 英國軍隊降旗撤軍 離開 那麼美國在2011年的12月15號 美軍也降旗撤軍 只剩下200多人做伊拉克的軍事顧問 那你看 英美兩國去攻打伊拉克 花了那麼多錢 上面上是說大概3000多億美金 那麼實際上都是要乘以兩倍以上 可是花了那麼多錢 死了那麼多美軍 英軍 結果他們都要離開 這就是軍事佔領不得已存 不可以把伊拉克變成美國的第51週 不可以變成美國的第51週 好 那麼這個我就先解釋到這裡 好 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課就上到這裡 好 明天有機會有再繼續講 好 謝謝各位 謝謝